今集會講一下我小學四五六年班 雖然在學校有很多課外活動 但在家裡悶到發瘋 因為實際上我媽媽沒有很催谷我 也沒有上什麼課 補很多閘 我們是一個星期一次去馬會上跆拳道 然後家裡有泳池 會去游泳 在家裡太無聊 也會練小提琴 其實我也是很懶散的 也不會說在家裡溫書 在學校溫 家裡當然是玩的 但你說是不是有很多東西玩 又不是的 我家裡真的挺沉悶的 還有很多時間 媽媽不在家 有時候阿哥在自己打遊戲 或者在看自己的書 我是極度沉悶的 我會看很多電視 因為我媽媽對我看電視是沒有管束的 但有時候電視也很沉悶 難道每次看婦女生知道嗎 尤其是放假或者放暑假的時間 所以基本上家裡有什麼都會拿來玩一下 家裡有鋼琴 因為我媽媽和我姐姐都是彈琴的 但我幼稚園學了幾年 然後轉去彈小提琴 所以鋼琴彈得很差 但我都會看譜 有時候都會有些琴譜 我都會跟著自己彈一下 這是電子琴 以前有三角琴 後來搬了屋就變成電子琴 都會彈一下 或者見到一些流行曲譜 都會彈一下 無聊 然後我最記得 六點鐘 當電視播放最無聊的東西 我都不記得什麼三靈鏡 還是什麼 總之還沒到新聞 極之無聊的 最無聊的時段 我就會入廚房 看看婦人在煮什麼 看看他們如何準備好菜 所以我又懂得煮一下 雖然忙了 現在也不會煮 在美國時也有煮 當時大概四五年級 我很喜歡喝一隻湯 就是金寶的雞蓉粟米羹 煮這個是最大難度的 還有是忌廉湯 就是因為你煮的時候 是一定要攪著它來煮的 小時候都可以入廚房 我媽媽都沒有制止我 晚上吃完晚飯 多數到十點多 不知道為什麼又肚餓 可能發育 就會自己開爐 然後就煮這個雞蓉粟米湯 還要放兩隻蛋做蛋花 最後十五秒 就這樣打一隻蛋 這樣做下去 然後就會很大碗 又要放一半入冰箱 明天喝 所以對下廚都有基本的concept 煎下蛋 小時候可以 然後還有什麼無聊 就是 有時候 真的太無聊 又是進了工人房 看看他在做什麼 他就拆我們的鞋子 即是上學的皮鞋 所以我都會拆鞋子 但現實生活那種鞋子 我就不懂 然後還有 家裡有什麼書都會拆下來看看 可以很隨便的 什麼人性的弱點 然後就 譬如當時有fax機 這件事 面細 家裡有一部 我又試一下 按一下玩一下 雖然都不知道fax給誰 可能fax給朋友 然後朋友又fax一些東西給我 但又不可以fax這麼大板子 要fax少少 否則媽媽又說我浪費了fax紙 因為當時很貴 然後還有 家裡有什麼錄影帶 就經常翻看 我經常翻看 就是浪俗闊少爺 因為我當時已經很喜歡鄭壽文 還有我覺得李克勤 做電視劇是做得不錯的 我覺得他們的愛情故事 其實都寫得不錯 還有有賭神 所以賭神我是翻看過 二十多三十次 很誇張的 還有玩電話 小時候記不記得電話 有些short cut 1083 問天氣 還有些 還有些問其他東西 我記得 除了問天氣之外 有時候打不知是否 一零零零 問餐廳的電話號碼 然後就研究電話 當時有很多short cut 什麼飛線 什麼Do not disturb 還可以教時間制 什麼時候不響 當時我看著那本香港電訊書 試完所有功能 無聊都這樣 但我想說 在無聊中 每個過程都學到一些東西 還有自己寫電話簿 寄了朋友的電話 好像背書 Joyce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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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有六個位的電話數字 九龍又加過3 香港又加過2 寫著寫著 都寫了很多朋友的電話號碼 有些我現在還記得 不過當然它已經轉了 而影響我比較大 另外就是當時我家裡有一排的雜誌 所謂一排的 只是很久沒丟 就是一堆的香港電視 那時候的那本雜誌 香港電視 都會站著站著看著看 總之每個禮拜 我禮拜五的元宿回到家 就知道有香港電視可以看 然後到後來 我差不多五年班左右 就有一周行 一周行當然對我影響很大 因為它的內容很豐富 我當然是先看Book B 看完Book B就看Book A 而Book A裡面 就有一個Session 叫做一盤生意 對我影響很大 它最好的地方 就是share到一個生意的P&L 即做多少錢生意 支出、支出、支出 有什麼人工、租金 然後賺多少錢 你不要小看這個表 對我日後做生意的concept 已經在那時候五年班左右 一周行出 90年 我十歲左右 已經建立了 我很喜歡看這些表格類的東西 到後來 還有就是報紙 那時候還沒有蘋果日報 我家裏是訂明報的 都是率先看最easy的 娛樂版、富刊版 然後又太無聊了 所以就拿一本產經來看 產經其實有什麼看呢 財經 其實也不只是產經 因為我媽媽是炒樓的 而且炒自己住那層 所以我小時候都搬屋 不過我搬來搬去 都主要是改區 例如沙甸山、小輝台 那一邊 我當時很大段時間 那時候小學就是住在渣甸山 柏麗園 搭14號M小巴 你知道14號M小巴 真的經過很多的樓盤 不是樓盤 即是不同的樓住宅 你由整個樂活道開始 那時候比華麗山比較遲些才起 那些什麼 下桃園、下景台 去到大坑道 又瑞士花園 再上大坑台 衛景園 是不是衛豪園還是衛景園 加雲台 拍例園 所以我搭小巴 聽到人說下車 我當然知道哪個屋苑打哪個屋苑 原來看產經 可以看到全部屋苑是多少錢 我便知道屋苑有什麼單位 大概多少尺的單位 有什麼積 有些是1200 有些是1500 然後看他們的價錢 再看他們的赤價 所以在研究這個產經的時候 我已經有很多資料 屋苑名 即是那些赤 Total多少錢 赤價多少錢 我自己已經有概念 一萬元就比較貴了 Below一萬元 即是要自己建立一些指標 以及最主要不是這些static data 而是trend 即是我每個星期看都會 咦 加雲台升了 而且都要compare一下 為甚麼加雲台在我旁邊 為甚麼它貴那麼多 我剛好有朋友住加雲台 我經常去玩 原來它有很多棟 它管理很好 你的車進去的時候 或一個人進去 它都會問你找哪座哪樓 還有有會所 有些阿太跳舞 他們搞生日會 泳池那些 有很多管理 如果比起我住的柏例園 所以我明白 所以加雲台 那區當時算是比較貴的赤價 這些都要你自己去想 自己去發掘 還有同時記到很多數字 因為我發覺 如果你本身是沒有這些概念 到你將來 即是現在這一刻 可能炒股 炒這些東西 都是記不到那麼多數字 你還要記到trend 還要記到最高是多少 最低的時候跌過去多少 這樣 然後除了產經之外 在B答 即財經版 我最有興趣的是匯率 因為我很喜歡一些表的東西 匯率就是當時有一個表 講完對 當時也有很多貨幣 因為有法國法郎 馬克 瑞士法郎 英鎊 經常看英鎊 因為始終我們是英國殖民地 然後日圓 其實要認識那個表 都要花點時間 你要自己想通這件事 到1.7 即是哪一隻貨幣貴一點 你要梳理一下施水 去明白這件事 而日圓麻煩一點 還要是一零幾 一零幾 倍數不同 我覺得這個對我影響很大匯率 因為我現在都會去炒外幣 我媽媽也會炒外幣 澳紙 所以都建立了一個概念 我很記得有一次我跟爸爸吃飯 我都有跟他說 我有看這些東西 他就馬上考我 他說法國法郎對港幣是多少 1.1或1.2左右 他就很驚訝 他沒有想過 那時候我應該四年級左右 他沒有想過我會回答 我爸爸又做生意 他也希望子女有多數字的概念 因為我媽媽少些炒股票 所以我又少些看股票 所以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很少炒股票 因為 因為我不知道 難道真的小時候 建立的東西 真的對現在這麼大的影響 似乎是 所以 我當時不是悶出蘑菇出來 不是嘔到變了蘑菇 悶的期間 原來家裡的物品 都對小朋友的發展 有很重要很大的影響 但我覺得現在這一刻 大家都是看著iPad 而小朋友只是選自己喜歡看的東西 變成沒有去reach out to一些 可能他本身覺得不關他事的東西 我覺得長遠來說 就不是那麼好的 最好每個人都要接觸一些 跟他好像完全沒有關係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再發掘一下自己 在哪方面有多一點的潛能 不只是學校給你的東西 例如煮東西 跟著工人擦鞋 這些 碰下個fax機 這些 是一些很生活式的教育 不一定有人教 可能就是有小朋友自己獨處 跟著他自己 你說你可以玩的 或者給他一個說明書去看 叫他自己去研究一下一些東西 或者給他一個task 譬如你試試用這個機器做些什麼 你做到的 晚上我回到家 可以給他一些guidance 甚至沒有guidance 就像我的情況一樣 我自己會找東西來玩 我覺得在期間 一些self-discovery 還有自己有sense of accomplishment 不只是補習才有achievement 而是我搞定了電話 那個電話怎樣用我都會 你說飛線 你說do not disturb 你跟我說一聲 我幫你按 這些都是一些achievement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我不知道現在的小朋友是怎樣 我經常都很curious 現在的家長是怎樣教小朋友 但我覺得 留一些時間悶一下他們 都是一種教育